这头在公路上狂奔的犀牛一定是疯了 快沿着道路笔直向前 根本不考虑是否有人类或者汽车 要知道 成年犀牛的体重可是在600到2300公斤之间 路上的车辆纷纷避让 谁也不想被这座庞然大武裁品 犀牛似乎并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受伤 尽管他可能受伤甚至是被车撞到 这个大家伙跑起来速度很快 犀牛的奔跑速度可达55公里每小时 那么犀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 犀牛是地球上仅次于非洲向的陆地第二大普遍 你可能会觉得它们生活得很轻松 毕竟谁能伤害到这么强大的物种呢 其实不然 犀牛的处境正因为人类变得很糟糕 如果我们尊重这些动物 我们就不会害怕犀牛 它们没有理由会攻击我们 不管是看起来还是闻起来 我们都不像它们喜欢的食物 草 嫩汁 树枝和树根菜式 虽然犀牛的势力确实是出了名的差 但它们知道人类不是食物 当犀牛感到沮丧或害怕时就会往前冲锋 那么它们是因为什么感到沮丧和失望呢 人类确实吓到了它们 尽管它们块头很大 但它们却害怕人类 犀牛具有很强的领土意识 人类不仅在它们的栖息地建造农场 道路和建筑物 而且为了犀牛脚而捕杀犀牛 犀牛脚是由脚蛋白组成 而脚蛋白和我们的指甲和头发是由相同的脚白制度成的 犀牛脚可以长到1.5米长 犀牛会用它作为武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正是它们的天然武器使得它们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许多人认为犀牛脚有药用价值 犀牛脚被广泛用于治疗流鼻穴到中风的一系列问题 不幸的是 没有证据表明犀牛脚有任何治疗功效 在中东 犀牛脚也被非法用来制作匕首笔 尽管从1977年起犀牛脚的国际贸易就被明令禁止 但偷猎者仍在捕杀这些独特的动物 在南非 仅2017年就有超过1000头的犀牛被猎杀 这相当于每天杀死近三头犀牛 如今的犀牛已经属于宾威物种 人类开始通过各种方法着手保护犀牛 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招募领养人 别担心 领养是有象征意义的 这并不意味着你得把其中一头塞进你的家里 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式 对犀牛来说也更好 世界自然基金会赞募款 建立保护区来保护这些美丽的动物 希望冲过马路的犀牛会越来越少